本章主要讲解的是统计的SARS学习地图 首先你要学习任何东西你心目中一定要有个地图 你一定要很清楚自己能学到什么东西 不要说你到时候你的主要目的没有达到你浪费一大堆时间了 这个东西我举这个例子来讲 假设比例来讲你统计学方面 你相关的SAS程序SARS程序你要学哪些东西的 第一个部分的时候我们今天讲列印当然你一定要学 那是很简单的 那简单资料处理那也不用讲操作环境那也是最最基本的 然后再来你必须要学会怎么做叙述统计 也就是说学叙述统计的这一个指令 然后学区间估计 区间估计MAMS 那区间估计的话叙述统计的部分是UNIVAR AT Univariate 它叙述统计 然后GLM的部分是主于单因子变运数分析 REG的部分讲的就是所谓的简单回归跟互回归 然后FREQ的话就是卡方检定 然后五亩数统计的部分就是MPAR TIWAY 然后实践序列部分就是X11就是X11的意思 所以我们今天基本上为什么你要有这样的概念 因为你如果要学统计你今天要把一个东西学好 你本身你的指标一定要有 那这个东西我提到一个东西 早期大概也在十几年前 我在管精华补习班的时候 曾经就有一些老师要来提 要来教所谓的SARS 那在教SARS的过程当中 我一定会要求说 基本上你要把讲义写出来 你至少要告诉你要教什么东西 对不对 那你能教哪几个指令 那时候我发现 其实很多人在学SARS的时候 他连SARS一个减个基本模组都搞不清楚 他也要来上课 那甚至有的人把那个SARS交到最后 也就是说在我们进驻管理之前 他把SARS交的跟ESEL一样 甚至还有更差的 是把SARS交的跟DOS 就是指令式的教学指令的部分 也可以说感觉上好像很丰富 练习时间很长 可是问题整个学下来 问你到底学会什么东西 如果你学会一个统计相关的SARS程式之后 你竟然连简单的一个母题的检定 跟两个母题的检定 你都不知道 连假设估计都搞不清楚 或者甚至于说 我们连简单回归这个指令 跟单一直变数的指令 都没有学会的情况之下 那我请问你 你既不能写又不能看表 报表判读 你也不能把它拿来研究 那你有学不是本没学吗 所以这个东西我个人非常重视所谓学习地图的概念 不管你今天要学多变量分析也好 你必须很明确锁定 锁定说你就学SARS哪几个指令 而且你一定要学到你的功能才能满足 也不要学一半 学一半的意思就是说 可能会做程式分析资料的处理部分不会 或者说今天会处理程式 可是报表不会解读 或者报表会解读 可是不知道怎么应用在研究上 那基本上这对我的个人来讲 都是一些很大的缺失 各位如果想要快速学位一个东西 脑中一定要有学习地图概念 你才可以明确知道说 你怎么去省时间 你怎么去加速学习 那当然像这种比较难的科目的话 找的名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其实有很多东西 早期我在上多变量分析的时候 我上过很多老师 那很多老师挖数学超强的 挖他可以教你解题 解举证 做几次微分干嘛的 可是你讲完 讲一句难听的 你可能只懂的一个计算方法 那当你整个寒瓜面不是很广的时候 那更不要说你未来的应用 讲一句难听到最后导公式的话 导到没有时间 那整个整学习向学下来 可能只学了一个方法 那你想想看 我们多变量分析有那么多方法 有区别分析 有因素分析 有集群分析 有判别分析 对不对 然后再有组成分分析 然后再有多元尺度的联合分析 然后在因子的时候 有单因子变异数分析 双因子变异数分析 共变数分析 那如果有可能老师更负责的话 可能还要教共变异数分析 或者我们今天教地归式的方程式结构 跟结构方程式 可是问题没有 光是解数学给他搞死 那讲完了之后 可能只是说只是会计算 但是只是有点类似重演的概念 所以我个人觉得说 学习过程的你一定要很清楚知道自己学到什么 那因为你有一个地图的概念 你才不容易受骗 就好像你看我的YouTube 我举个例子 假设必要我今天跟你讲一个主题 大体上就讲那个主题 可是你看其他YouTube的主题 可能他跟你讲多变量 事实上他是在卖广告 对不对 或者他跟你讲多变量 事实上他是在解释软体操作环境 或者说他跟你讲多变量 事实上他是一个学生报告 那更惨 或者他跟你讲多变量 他事实上是一个阴帆钟 就是老师在讲一些英文字 就把原文字这样操录下来 甚至有可能多变量分析 讲到最后你可以发现 他只是在讲多变SARS里面的基本指令 那这跟你原始使用目的不合 那如果说假设必要来讲 你今天你是花个几分钟 像你看我的YouTube 大概都十分钟以内 那这样是不是 万一彼此认知不相同的时候 是不是还说得过去 如果你上了陆树区听一个人的YouTube原因 听了十几个小时还发现说 哇靠他到底在讲什么东西还搞不清楚的话 那真正的损失的人还是你 其实你并没有因为免费而得到任何好处 所以基本上来讲这个其实就是我录YouTube的原因 我其实基本上我是对多变量分析的时候 我心目中的大师已经出现 就是周文贤老师 然后他的著作我也不断的再三败读 那所以说理论上这个东西我是不会去发表 发表那些东西都是在我领域 我个人觉得我自己是很top 像预售物行销 我个人觉得我是很top 是顶尖的 那我觉得别人跟不上的 所以这个东西我会去发表 或者像漏水部分 或者我们今天讲落电系统部分 那个都是我有研究的部分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米 我是玩笑力的共同作者 谢谢